在90年代初期,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席见全国,受到大家的喜爱,紧接着又一首念念不忘的情人,让歌迷对他记忆深刻,一度被称为请歌皇后,他就是陈明珍。 他第一任男友是娱乐圈的花花公子陈俊生,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陈明珍身价就已经超千万了,最终男友花心不改,无奈分手。 陈明珍在告别陈俊生后嫁给了音乐制作人季中平,两人恩爱有家,却一直没有孩子。 48岁的陈明珍两年疯狂做20次人工受孕,花费超60万,如今50岁,终于当妈妈,出行开好车,非常幸福。